這三個應該向著盧蕭蘭跪一跪 盧蕭蘭那時候是 一起去反對領會上司 我今天 看到她摸她的手 很冷的手 她都老了十幾年 她的手很冷 以前我跟她示威的時候她的手很遠 人是會老的 我都老了,我差不多是62 我都差不多拿得全民退休保障 這個張建宗說的話 和林鄭說的話 是非常令到大家憤怒的 我們最新的數字就是 他們說我們失業率很低 新低,3%的失業率 在經濟學上等於沒有 但是我們貧窮率 她做了這麼多事,增加了七成的 福利開支 貧窮率上升 就是有事做都不夠用 大家明白嗎? 失業的人等於沒有 但是繼續有很多人 政府說她窮 那就是即使說有事做都不夠用才窮啊 或者有事做不夠用 令到她家裡的人窮啊 大家不要說像少蘭一樣 退休,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我的說法就是 如果你說有人口海嘯 你有沒有想過有貧窮人口海嘯這件事? 如果沒有的 那你對不可以住香港的老人家? 沒有他們 你林鄭月娥有機會到港大嗎? 有機會扶搖直上嗎? 你羅志光可以嗎? 你張建宗可以嗎? 所以各位 這個數字我聽了昨晚成晚都沒有 雖然現在社民連會慶 我都喝了幾杯 我想都沒有你計不到數 如果你是令到那些有錢 有事做的人 連養自己都有問題 養家人有問題的時候 我問林鄭月娥 她怎樣剩錢來養老 如果你不理她的話 是不是即使說我們 做工的 和不做工的 將來有一個貧窮人口海嘯 那個就叫老人 我長毛也有機會是 我有機會 我快要拿中援了 因為沒有議員做 是不是? 各位 那些政務官說 今年長毛不在就好啊 這裡有這個無賴 死錢爛打 每餐都說全民退保 我告訴你我不在這裡 有很多人說 有郭醫生說 有他說 他還寫小說 快點寫一本小說 就是這樣 各位 記住 貧窮人口海嘯 他有沒有說過 他說人口海嘯 這個政府 就是發酷 嗅到鎖 告明海嘯 今天 三方崩潰 齊公家 三國共同齊公家 全民太保野殺行 公正太小事